欢迎收看新闻360度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吕月琪 国际焦点带您看到 经常在边界发生冲突的中国和印度 双方的武装规模是频频升级 而增兵规模已经来到十年最大 特别是近期美国参访团来台访问后 接续就到印度走访 而印度的国防参谋长表示 印度最大的安全威胁是中国 而不是我们熟知的巴基斯坦 另一方面一向跟中国称兄道弟的俄罗斯 难道态度也开始转向了吗 因为有印度媒体指出 俄罗斯总统很可能在下个月访问印度 完成签署军事技术合作的计划 包括已经开始交付新式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还预计协商互用对方的基地港口 种种迹象来看了我过去跟中国关系密切的俄罗斯 如今也要支援印度出手对抗中国威胁了吗 而在台海紧张局势的氛围之下 现在中印边界的情势会再度掀起国际抗中的声浪吗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记者吴宇成 美国联邦参众议员继9号低调来台之后 接续又出访了印度 推动台湾贺阻法的友台参议员柯宁 随后就发表了新闻稿 表示此行出访美国在东南亚主要的盟友 是要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加强和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在美中竞争剧烈 台海局势紧张 加上中印边界冲突对峙不断 外界分析美团这次的访问行程包围中国的意向十分明显 目前美国在亚太的核心 盟国现在是日本澳洲还有印度 这点来讲的话 不只是军事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因为印度现在是人口大国 它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五左右了 军事力量差不多大概也是世界第五左右了 因此跟印度的合作 其实对美国整体在亚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是不是围堵中国 我目前还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因为彼此之间都还跟中国保持很大的贸易关系 印度在美团出访后 参谋长就喊出中国才是现在印度最大的敌人 而中印边界自从去年六月爆发冲突以来 双方就升高边界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 普廷也打算在12月出访印度参加二印峰会 双方将会谈及扩大军事合作 而印度先前向俄罗斯购买来的S400防空系统 则在年底会陆续交付 部署到中印边境强化制衡中国 俄罗斯此举无疑是向北京打了一个大大的巴掌 他是不是打连北京我们不方便帮普丁达大做解释 但是从俄国的国家利益来看的话 我则解读主要是地缘政治上 中印的所谓班公措的边界争议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本来要交付给北京一批防空飞弹 但是当时俄国就把他先就是远后交货了 那第二个他把部分的这种防空飞弹 反而提前交给了印度 莫斯科对北京还是抱持着不信任 印度早前是在2018年的时候决定向俄国购买 他有机会可以就是反制中共的这种所谓歼20的一个战机 中印冲突的状况我觉得已经是变成结构性问题了 早前只是说边界的摩擦 那现在是因为中国他快速的增强这种军力 还有扩张他的这种就是军事威胁 已经把自己变成主要敌人 不管对美国对印度对俄罗斯都是 中共他发展了这种新的核打击能力 让北京他反而可能陷入一个困境 如果印度这个传统不结盟的国家 他如果跟中国产生军事冲突 那么外交上军事上 俄国跟美国自然会倾向支持印度了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的一个逻辑 而张国成教授则认为 在传统上印俄的合作是从苏联时期就已经开始的 由来已久 俄罗斯尤其看重印度的势力范围 尤其阔籍中亚以及印度洋 美俄双方都来拉拢印度是很正常的事 至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中国远比俄罗斯更需要拉拢对方 俄罗斯对中国目前来讲是想要利用中国 中国如果在战略上要跟美国对抗的话 必须重视跟俄罗斯的关系 第二个是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第三个是中国搞一带一路需要俄罗斯的友好合作 俄罗斯也想利用中国 因为中国是俄罗斯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在这边他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 他就可以全力向西 中国与印度在边界活力上卯足利器较劲 印度媒体第一邮报就曾经撰文探讨 中国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进攻印度 来得比攻打台湾容易 翻新认为中国在传统上 可能会既有打击对手威吓其他国家 中印边界的局势绝对不会比台海局势更严峻 中国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动武 其实补给非常困难 天后跟这个地形的因素也非常不利 所以这个地方 中国动武主动对印度发动攻击的可能性非常低 第二就是中国跟印度之间都已经签订了边界协定 双方都有义务要降低冲突跟紧张 所以大家看新闻 他那些军人常都是空手的 但是中国跟台湾这些是没有任何协定的 印度是一个军事大国 那个区域 印度跟中国的军力是几乎是对等的 可是台湾现在来讲 相对这个军事的力量的对比是非常不对等的 中国并没有说一定要跟印度方战争 可是他不断的宣称要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我跟印度真正最大的领土冲突在所谓的藏南地区 印度把那地方称为所谓阿鲁恰纳尔邦 已经有建立行政区 而且已经有一百多万人移民过去了 中国只有默认 虽然不承认 但是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然后印度也公然庇护这个西藏流亡政府 那中国有感受跟印度断交吗 好来看到中印冲突 还有一大焦点 就是中国上个月通过的陆界法 内容提到中国可依法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边防建设 预计明年1月1号就会生效了 而这道新法 为什么会成为中印冲突升温的关键呢 但你看到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指出了 中国正在复制在南海填海造岛的策略 依照这样的模式 在边境地区大规模的造政 要巩固对争议领土的主导权 而面对中国强势立法衍生的争议问题 显示中国在陆地上与印度的边境争议 将会持续延烧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其他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走开 提醒你要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新闻议题